来源新京报评论 你告诉我你哪个学校的 不要那么转转 学生举报补课竟然被教育局工作人员对 据媒体报道 10月3日 网传一名学生向江苏徐州虽宁县教育局举报学校补课 却遭到教育局工作人员连番怒对 还被要求背诵课文引发网友关注 10月4日 徐州市教育局回应称 将加强对值班工作人员的管理 今年4月30日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年行动的通知 明确要求通过开展规范管理年行动 清理整治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违法违规 违背教育规律和教育功利化短式化行为 教育局工作人员在接听学生举报补课的电话时 不认真记录学生反应的问题 进行调查 核实 把反馈意见告诉学生 而是教训学生不要那么转 为学校补课百般辩护 这是纵容学校违规补课的行为 处理此事 当地教育部门不能只是加强对值班人员的管理 而是要追究相关人员不履行监管职责 充当学校违规补课保护伞的责任 当地还要进一步开展教育系统内的教育 整顿 扭转一些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存在的 为追求当地升学政绩 而对学校违规补课 睁之眼闭之眼的问题 从媒体报道的信息看 当地举报学校国庆期间 违规补课的学生 不只是背对的这名学生 接听举报电话的工作人员 是知道学校在补课的 然而 却不是站在监管角度 对此进行处理 回应 而是把自己当做了学校领导 向学生做出解释 据报道 接到学生举报后 工作人员语调高昂的表示 上午已接到其他学生举报这一问题 该补课是遵循资源原则 不强制补课 学生可以选择不补 相比之前 有的教育部门工作人员 在接到举报后 把举报学生的信息给学校 由学校处理 不解决问题 而是解决反应问题的人 这名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处理 更直接 教训起了举报补课的学生 完全坐歪了位置 教育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 是监督学校依法规范办学 学校有补课等违规办学行为 教育部门是监管第一责任部门 为治理节假日违规补课 各地教育局都公开了举报热线电话 如果受理举报的部门 反而对其举报的学生 那举报热线不但形同虚设 还变为了对举报者的教育热线 对于教育局工作人员 对举报学生也有人支持 认为是这名学生 自己不想学 也不让其他学生学 于是举报学校补课 学校就是补课收一点费 费用也比校外培训机构收费低 学校老师放弃休息时间 为学生补课 试为学生好等等 这些都是公立短视的观念 必须明确 利用国庆节期间补课 哪怕只是针对毕业班学生 哪怕是免费 并声称学生自愿参加 也是违规的 每个学生都应该享有法定假日 在国庆假日期间补课 既侵犯学生合法的休假权 也影响教师休假 这种加班加点的补课 是我国双减政策所不允许的 是必须坚决杜绝的违规办学行为 接下日 学校违规补课 被认为是老大难教育问题 其实 治理这一问题的关键 是地方教育部门依法制教 对违规补课行为 零容忍 只要地方教育部门真正管起来 违规补课 就寸步难行 难就难在 一些地方教育部门 有公立的升学政绩官 追求学校的升学率 于是和学校 一起成为违规补课的第一共同体 对学校的违规补课加以纵容 充当违规补课的保护伞 要规范学校办学 杜绝节假日违规补课 就必须强化依法制教 通过强化教育督导 扭转地方教育部门存在的 公立升学政绩官 把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作为对地方教育部门的考核重点 同时 严肃追究 破坏教育生态 纵容违规办学的教育部门的责任 如此 教育部门才会依法履行职责 坚持以学生为本 更加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